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北角 這個是Eling Eling 阿妹 這次終於約到阿妹出現了 因為她終於考完DSC了 今天我們就有一個任務 就是由北角走到黃都戲院 不是很久的 但是我們走到黃都戲院 其實就要畫畫的 不過好像阿妹沒有帶畫畫 所以到時應該只有我一個在畫 我們現在就在英國道 很多車 其實沿著英皇道走 我們就可以飽覽到北角的風景 北角裡面是一個舊區 所以我們會看到很多不同的堂樓 或者排檔 或者一些很有香港特色的字體 招牌等等 當然也不少就是丁丁 我姐姐走了十幾分鐘 是否到了 沒錯 這個就是黃都戲院的真身 黃都戲院其實1950年代已經建好了 我上次來的時候 這一排舊的店舖還是開的 現在已經收了 我們走了十二分鐘 現在終於到了 喂阿妹 你突然走那麼快 做什麼 難道是在美高眉皮在這裡進去的 他說直進 就進了 我記得我16年來的時候 裡面有一個寫書法的真體字八百 不過我現在看到這個樣子 不知道它還在不在裡面 這裡有幾級 我要小心 不是 有老鼠 不是 不是 喂 有些跡象 真體字 的 字 還在 有些人 好像 沒錯 我們就 走過去 店舖裡 看看現在 它有沒有老到 其實也是時間了幾年 就是 阿妹的歌聲 震撼著我們的心靈 其實時隔了四年再回來 看真體字八百這個檔口位 它裡面的擺設大致上 都是一樣的 但很多人都會知道 它會是最後一次來觀賞 所以都會來支持一下 去買它一兩件物寶 如果大家有來找過真體字八百 其實它是一個很熱愛分享 以及很喜歡說話的人 它無時無刻都會跟你說他的字 以及分享他的畫作 事不宜遲 我就要開始我今天的寫生 寫生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今天我的行裝非常輕盈 其實一個書包 就已經裝好我所有的規畫用品 通常寫生的時候 我就會選一個我最喜歡的位置 今天我帶的工具 就不是很多 就有畫紙、畫筆 以及調色碟 我覺得寫生工具是封劍尤人 就不一定要很多東西 才可以畫一次寫生 其實當我要開始一張寫生的時候 我會先觀察一下這個環境 帶給我一些什麼感覺 而黃都戲院給我一種尋寶的感覺 因為外面看 它已經和其他高樓大廈截然不同 但入到內部的環境 它就好像給我一種很溫馨 而且因為真體字師傅 它是很見譚的 所以很多人跟它一起聊天的時候 都有一種非常親切的感覺 而它有時候說的話 都會令大家一起開懷大笑 其實真體字伯伯這個舖位 最尊重的就是它的字體 再配合燈箱 其實它的字是很出色的 而且它的光 它主要都是一些暖色的光 所以我也很想把這個幾何的構圖 搭顯出來 我在繪畫的時候 通常都會以圓筆 起稿 這是我環畫的第一個步驟 在起稿的時候 我就會想一下 我對這個建築物有什麼感情 然後就把我想表達 或者突顯的那個特質 透過某些構圖 或者某些擺位 去更加表達出來 起稿之後 就來到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上水彩了 其實這個調色碟 是我帶出街的調色碟 我家裡還有一個比較巨型的 這個調色碟 就比較有些基本的顏色 暖色冷色 而這次我會先畫一些淺色 因為這個景色 它就充滿著一些人造的光 所以光的 contrast 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畫的時候 我們就要先觀察 哪些位其實它是發光的 發光的話 其實水彩畫的時候 就要漏白的 那些位置就盡量多點水 或者你直接不要上任何顏色 之後它才會顯得 好像那些位是發光的 那我首先選取去畫的顏色 就是這隻暖的黃色 因為真的折白白 它用的很多膠片 都是這隻鮮黃色的 那除了白色之外 它就是第二淺色的東西 所以我就先畫它 其實畫一下 因為我蹲在這裡 然後前面的人完全擋住我的視線 所以寫生需要少少收拾 這個時候我就站起來了 那平時如果我準備比較充足的時候 我會帶一個畫架 那畫架就可以解決了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個位置 是其中一個值得我們保育或者保留的地方呢 因為這個字體其實也很有個人的特色 而且也是很反映到香港 其實街景上面很多招牌 很多書法的這個視覺的文化 可能很多人會比較喜歡畫一些新的東西 但我自己很偏愛畫一些舊的東西 看到我的調色碟 我也很喜歡畫一些陳舊的色調 這裏其實是日久失修的狀態 很多東西都封層 然後都是處於那種灰色、啡色等色調 但我自己很喜歡這些很和諧或者很安穩的顏色 可以令我很自在地放在這個畫紙上 畫水彩是一層一層地層疊上去的 第一層我用了最淺色 當它們都乾了的時候 我就開始疊加一些深色 到最後最後就是畫龍點證 這個時候就需要用到一支書法用的毛筆 去模仿這個真體字白白寫的書法 即是寫的招牌 就寫下來的 我自己覺得也挺有挑戰性 因為它的字的結構和它用的勾 是非常霸氣的 和我平時在街上抄的字有點不同 所以我來說是要重新學習一次 最後我就決定請窗 最重要的那兩支字 我邀請了我妹妹幫我剃筆 而且其實她一直開機都很累 現在就讓她畫一畫 大功告成 其實這個收品超熱的 所以很開心 現在這張畫終於畫完了 現在這張畫終於畫完了 會不會看到 你的字幕本來看 能不能看 無論如何